來 這邊有一個新聞 問一下高大哥說 這個不孝子 他為了爭產 手持電鋸 奏老父 他老爸 他是獨生子 在文山區政叉大學那邊的 那邊靠近山區那邊 家裡雖然不是很富有 但是自己有自己的家 那因為他爸爸跟媽媽 孤兒子 那從小就寵 從小他要什麼就有什麼 像我們如果小學一年級的年紀 要一台腳踏車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可是他爸爸就會賣給他 可是他也是我們那邊的常客 沒辦法 因為他染上了吸食強力膠 完蛋 那有一天是鄰居報案 如果他們家裡要喊 叫當地派出所 趕快警察先到現場 我們刑事組到現場 他拿一支電鋸 要寄他們頭靠 寄他們爸爸的頭靠 寄他們的爸爸頭靠 老婆在旁邊靠 老婆在旁邊靠 讓地圖壓在地上 其實他是有發動 但是沒有要拒的意思 鄰居沒人敢靠過去 警察到了現場去 就把他搶下來 問他爸爸媽媽要不要告 這還要不要告 還要用問的 要問 這個你沒有傷害到任何 清官難斷家務事 爸媽不告就沒事 媽媽說算啦 一定會告這樣 比較好的 不要去吃宮就告就沒事了 沒有很富有 但是就是自己有做錯 你說你這間房子後面就是我的 這個房子以後就是我的 那你要先拿一些錢給我 沒有 聽一下錢沒辦法 把父親耳光又打過去 鄰居看不下 就站打電話再報警 他們又再打爸爸了 然後 派出所到現場去 問爸爸說要不要告 他爸爸跟媽媽說 算了啦 家裡的是 你說不會害怕 不是 孤兒子啦 女廟 生肚子 嫂子 嫂子不好 你知道嗎 大家都知道 但是 發生自己的身體就做不下去 就是很多女生 愛到一個男生被打了十次 他還可以 這沒辦法 爸爸媽媽被打了幾十次 還是疼 沒辦法 到最後面 他因為在家裡 引發一場火災 那怎麼引發 牙黑香 拜拜在家裡 我們聽頭的香 整八一八才六八 五六十幾 豆頭炒 對 豆頭炒 炒香爐 擦在祖先的香爐裡面 就是祖先那個香爐 他把那個香煙 那個香 五六十把豆頭炒了 會引發什麼 煩爐 煩爐就把整個繩桌給燒掉 整個繩桌給燒掉 就要把下面所有的木製 都燒光 那這個就是沒有辦法 這公共危險罪 這就是要辦 祖先也抓狂了 老婆老婆當天就叫爸爸 把他跑回來 你說這種爸爸媽媽寵孩子 寵到現在這樣子 只要警察一聽到 他們家的案子 不去也不行 去了也沒有用 來 我們先問一下蘇律師 有逆子家暴父母 後來接受法律制裁的案例嗎 有 我覺得這個是 這個兒子他會覺得說 其實早知道就不要這樣子 對父母不好 他們是這樣子 這父母親有三個孩子 三個都是男生 都三個都是男生的 他老大的話 他就比較剛 他第一個男生就其實很寵 父母親就是 有這種很傳統 有土地 但是錢有一些 那孩子一長大之後 就跟他說 爸 我工作找不到 拿一點錢 爸想對啊 工作那麼難找就給他錢 給他錢之後 可能一個月給他三萬 不夠 爸不夠 他不知道玩什麼東西 不夠 不夠 三萬又不夠 四萬 五萬不夠 不夠 那五萬還不夠 一個月五萬不夠 那他兒子現在罵他說 你快要死一死 你死一死 這土地都我的 小孩子 沒有就沒有 最少三分之一 最少三個兄弟 我們來分 來噴 他氣死了 怎麼這樣 那爸爸很生氣 最後說 那我就不要給他錢了 那就要有一天 起了衝突之後 他隔天沒想到 爸爸就中風了 那從此之後 這個大兒子之後 他就不回來了 就不回來了 那二兒子的時候 就把他們兩個 因為家裡也沒辦法照顧他 雖然媽媽也年紀大了 沒辦法照顧他 就把他送到安養中心去 那安養中心的錢 就是讓兩個兒子付 兩個小兒子付 但是那爸爸其實中風 意思還有點清楚 三不五時有時候問說 那大兒子有回來了嗎 有大兒子有回來了嗎 還在問問他 對 雖然嘴巴上說 我以後所有財產都不要給他 不要給他 可是 總是爸爸心裡面 也不知道就是做爸爸的 人對長子 長孫 對長子 有那種 有一份很莫名其妙的 特殊的情感 有一點情愫 就是說 他就是跟所有人講 我所有財產都不給他 可是每當晚上 就問他兒子 另外兩個小兒子 他回來嗎 他回來看嗎 就沒有 但過幾年之後 狀況越來越嚴重了 他那兩個最小的 兩個小兒子 就去找他大哥 爸都已經快 就是有點不行 你要不要覺得看他 他也不回來看他 那反正他爸爸還是這樣講 結果財產通通不給 結果爸爸過世 過世完之後 連告別之後事 大兒子都沒有回來 也都沒出現 對啦 大兒子的胖子 胖子也不是 他沒有回來 他沒有出現 所以沒辦法 結果沒出現 大家都 全部人都知道 他都沒出現 那所以 他最後要回來 要遺產的時候 兩個兒子就提告 他哥哥說 他哥哥喪失繼承權 不能夠繼承 他爸所有土地遺產 那最後怎麼樣 法官怎麼判呢 法官就說那這樣怎麼能證明 爸爸有這樣講 第一個傳媽媽出來 媽媽就說對 那時候他就是 每一次就是罵我們 就根本要錢 還要打我們 然後還有就請養老院的 安養中心的負責人說 他有沒有來看 他出來證明沒有來看 欠誰出的 這兩個小兒子出的 最後還找大兒子的兒女來 你爸爸有沒有來 你爸爸有沒有來照顧 阿公 阿嬤 他們只能說沒有 沒有照顧也沒有 我爸爸就是這樣 就在外面就是這樣混 也沒有告別事沒有去 最後法官判什麼 不能繼承他們家那一大片土地 所以有時候自己以為逆子 就是覺得不孝 其實最後面 其實法律還是會 會讓你好好 法律還是公平公正 可以順章正義的 老天有眼 來Amanda老師 什麼樣星座的人 容易寵壞小孩 真的 觀眾朋友要注意 不要以為自己沒小孩 這一題就不注意 因為不管你的身分 是爸爸媽媽 爺爺奶奶 叔叔伯伯 阿姨姑姑 我們都有可能 然後從星盤當中的 太陽月亮跟上升星座 這三個部分來觀察 好 當然我們講說 因為星盤的觀察 是要整體觀察 可是不代表說你有上榜 一定會寵壞小孩 但是有上榜就有這樣的可能性 可能會是一個盲點 所以還是要注意 首先第三名 如果太陽月亮跟上升星座 落在巨蟹座的朋友 好 宇峰哥鬆一口氣 沒有 沒事了 高警官 月亮在巨蟹 我們來看一下喔 以後有我耶 不能打罵 會養成小王子 小公主 好 高警官 其實我看你的星盤 我真的要那個小心點 因為高警官 除了月亮在巨蟹 你的太陽上升射手 其實是我的第四名 高警官是大方寫的 對 吳陵哥有上榜 我是月亮巨蟹 愛的教育 所以你能從你們家那兩隻嗎 對 因為真的巨蟹特質強的人 他會把孩子 就當成是 就是非常要去用心呵護的 那比較極致一點是 他不能夠接受 別人的批評指教 比方說有一些巨蟹 可能小孩子去學校唸書 然後有老師反應說 可能你的小朋友在學校 有一點點不規矩 巨蟹一定第一反應是 不是他的錯一定是別人 是同學帶壞他的 好 會有這樣的一個特質 會覺得不能夠打罵我的孩子的 他那麼乖巧 那麼溫順 那麼可愛 怎麼可能會犯錯 再來就是巨蟹 你知道真的非常有 我們講說關懷照顧的特質 只要是有孩子 他們會用心去呵護 三餐都把他想好 要買什麼點心 要吃什麼 缺了什麼東西 像高警官可能小朋友有缺什麼 你就是只要小孩一講 你馬上辦到 這樣會有一個風險是什麼 什麼都幫他用心打點好了 會讓這小孩 他真的比較缺乏自己的獨立性 對 小孩長大了 他不太會照顧自己 就真的很像王子公主 我需要有人來服侍我 會是這樣子 有一點點寵壞小孩的 所以要記住 這樣的一個盲點的 第二名如果落在 雙子座的朋友 好 來賓都沒有 雙子座我們說 容易妥協會小心養成媽寶 因為雙子座特質強制 基本上很愛小孩 很喜歡跟小孩玩 不管是自己的小孩 親戚的小孩 朋友的小孩 他都可以打成一片和樂融融 那可是雙子呢 很好有趣 他很喜歡立規矩 比方說會跟孩子講 如果你考試考了多好 我就帶你去哪裡玩 但是雙子又非常容易妥協 他可能說你要考90分 我們就帶你出去玩 可是小孩說 可是我一個不小心 我昨晚沒睡好 我只考了85分 雙子會說 好啦 這一次 我也看你很認真很努力的 沒關係 我們照樣去玩 你知道小孩的這個 他會知道大人的底線在哪裡 所以一次兩次 這個小孩會覺得 你就是可以讓我很放肆的 去挑戰你的底線的 再來就是雙子 他也是那種很多條件 他會很善 就是很自己立下的規矩 又自己會去打破 去改變 所以小孩會覺得 反正你 我不管做什麼 你都會聽我的 你都會挺我的 久而久之 就容易變成媽寶了 第一名呢 如果是落在 獅子座我們說 我又看到 玉峰哥鬆了一口氣了 來 我們講獅子座怎麼樣 第一 獅子座的人 其實基本上他們也是 非常愛小孩的星座 單身的時候 看到朋友的小孩 就是那種愛心滿滿的 又買玩具 又送糖果的 自己有小孩之後 獅子座的人 也會把孩子當成寶貝 他優點是 他會看到每一個孩子的閃光點 小孩你真的好棒 你的字寫得很好 太棒了 你很會打掃衛生 太棒了 他非常鼓勵孩子 可是這樣子呢 光是言語的鼓勵就算了 獅子他會很喜歡用物質 來滿足孩子 可能玉峰哥一高興 一棟房子就過給小孩了 哎唷 好 對不對 丟金條 丟金條 對 對 會有這樣的一個特質的 好 那再來就是 這樣子也 就是久而久之會讓小孩 真的在物質上面 會有依賴 現在覺得什麼 只要我開口 爸爸 媽媽 叔叔 伯伯 阿姨 只要是獅子座的 他一定會滿足我 所以這樣子會有什麼樣的盲點 久而久之之後 小孩會覺得全世界 就是要繞著我轉的 懂嗎 因為他們非常重視孩子 一樣是孩子一有什麼要求 獅子都會盡量去滿足他 就算他想要天上的星星 獅子說好 我幫你申請 可能用你命名一顆星星 所以這樣子久而久之之後呢 小孩子會覺得 反正我以後長大了 大家都要聽我的 比較比較缺少那種 團隊合作的一種個性 好 就在團隊裡面 在學校 在社團裡面 也會覺得大家都要聽我的 所以九二九次會有這麼一點點 被寵壞的霸王特質出現的 所以提供給各位參考 如果有這樣的盲點的話 要去提醒自己喔 今晚你有空來開放嗎 挑加巴大神麻將手遊 即刻下載